大家好,我是玫瑰小舍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陕西街头美食 自然入家馍的做法 又香又好吃,方法还非常的简单 鲜活面,盆里加入中筋面粉 再加一小勺的猪油 然后温水碗里加入酵母粉进去搅拌 一斤面粉大约加三克的酵母粉 搅好后倒入盆里 直接用手来搅拌和面 一斤面粉大约加250克的水 把面粉搅拌成絮状的时候 再把它们均匀的揉在一起 揉成一个大面团 面团揉好后用盖子盖住发酵 然后准备一条新鲜的里脊肉 先把肉切成薄片 再全部切成肉丝 切好的肉丝装入碗里面 然后分次往碗里加入葱姜水进去搅拌 让肉丝把葱姜水全部吸收进去 加葱姜水呢 也有去除腥味的作用 然后加入一小勺的盐 一小勺的白胡椒粉 一小勺的鸡精 再加点生抽 加点料酒去腥味 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肉丝把调料全部吸收进去 然后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进去搅拌均匀 这里加淀粉呢 可以使肉丝更加的滑嫩 最后加入少许的食用油进去搅拌 这里加食用油呢 可以防止肉丝粘连在一起 搅好后放一旁盐20分钟左右 让肉丝更加的入味 然后这个小碗里加一勺花椒粉 加稍微多一些的孜然粉 加两勺辣椒面 加一勺五香粉 再加入盐 加一勺鸡精进去 搅拌均匀 肉丝面团发好了 半发面状态就可以 把面团放在案板上面 揉面排气 一直将面团揉均匀揉光滑 面团揉光滑后 切成两部分 再把小面团揉成粗细均匀的长条状 再用手揉一些大小相同的小剂子 然后挨个把小剂子揉成细长条状 用手压扁一些 再这样卷起来 另一端压在下面就好了 再用手压扁 然后用擀面杖擀成圆饼胚 下来电饼铛预热一下 挨个把饼胚放在电饼铛上面烙 上面不需要刷油 放锅盖 每隔两分钟翻过来一次 一直烙到两面焦黄的时候就可以了 咱们这个饼就烙好了 锅里倒入多一些的油 油热以后把腌好的肉丝倒入锅里面 用筷子将肉丝滑散 这个里脊肉呢特别的嫩 非常的好熟 将肉炸至变色 炸熟就可以了 大概两分钟后 用漏勺把肉丝全部控油 捞出来备用 锅里里有少量的油 加入葱丝进去炒香 再倒入切好的青红椒丝和洋葱丝 进去翻炒 炒至断生后 再加点绿豆芽进去翻炒 然后倒入刚才调好的调料 进去翻炒均匀 最后倒入刚才过油的肉丝进去 翻炒均匀 就可以关火了 盛入盘里面 然后把炒好的孜然肉丝夹到饼子里面 就可以开吃了 咱们这个孜然肉夹馍就做好了 香味浓郁又香又好吃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